好,各位企业大家好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盘 我近期在新浪上下的一盘土龙局 对局时间大概是2023年的5月份 我本人是一位70后的 念玉平时代的业余棋手 业余棋名 平时工作也很忙 2000年之后 看了很多网络对局 加上AI的对局 开始有了新的思路 感觉自己发生了对变 试着把对AI对围棋的理解 融归到自己的棋局当中去 和棋友们分享一下 同时我上传到YouTube上的棋谱 也希望给一些不愿冬脑子下棋的棋友 开心姐妹 好,下面开始进入棋米 这局棋是我直黑 我直黑经常是新小木的开局 对手应以新角木 我挂脚之后我是一个大飞 这部棋在我的对局中 我介绍过很多次 我是在AI时代 我认为局部来看 这部棋效率并不高 但是把这个棋走厚的时候 不让黑棋 这边形成一个弱势 让白棋从这边反攻的时候 黑棋会有更多的机会 所以说我认为把黑棋补牢 是从圈局招演 对黑棋来讲是有利的 白棋低挂 好 今天这也是我常用的手法 白棋没有走完 突然间就挂上面了 在AI时代这个也很长相 因为这部棋一代一步是吃不死的 将来白棋可以直接靠回来成火 黑棋夹 白棋双飞燕 这部棋走完之后呢 黑棋逐渐一长的走到外面 白棋开始跑这个棋 黑棋先挂左上角 看看白棋的应手是什么样的 那么这部大飞呢 是我的一个心得 当然了 这是往棋这么下的 平时这么下不见得适合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白棋这么拆的话呢 效率有点低 如果白棋忍不住 要是打住的话呢 争取的 白棋呢 走在走在外面 这是我的思路 因为传具找演呢 将来呢 可以施展的开 另外呢 两边呢 白棋还是有不完整的地方 都是可以是这个这个缠绕攻击的 这个黑棋呢 白棋位置也比较低 这是我的构思 那么白棋没有走这里 这步的意思呢 就是向外跑了 但是从局部来讲呢 之后太小 又不值得黑棋去赢 因为从全局来看呢 黑棋在这个外室也没有树展开 没有说一定要走外室 所以说呢 黑棋先动手走这边 抓住了白棋这个局部弱点 黑棋的街市呢 把自己的 左边也给补好了 这样的话呢 黑棋这个边 这个空 基本上也形成 嗯 双方都打得很散 黑棋震助 这是有全局性的一手 目的是让黑棋呢 活在里面 白棋这么走的话呢 还是就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眼光的 黑棋呢 就地成活 跑出来 黑棋财谱的这一手 目的是把 过来点的这部 白棋给吃进去 白棋呢 继续扩张自身 黑棋呢 就是把白棋吃掉 嗯 白棋呢 可能感觉到时空不足 把时空捞掉 这样的话呢 目前的形式看呢 白棋的形式并不差 可能还略好 黑棋走的相对一点 拘促了 上面这些 投入了这么多磁力啊 效率并不高 所以呢 黑棋走外面 开始攻击 黑棋把自己模样扩张起来 目的呢 是想抓住白棋的一块 进行对战 走完之后呢 黑棋的形式优责缓 另外呢 视力呢 开始逐渐扩张起来了 黑棋开始掏空 好 这个棋走完之后呢 全局来看呢 白棋没有什么弱棋 这块棋呢 现在看还不能叫弱棋 因为局部 这里都其实可以成一只眼 外面还可以跑 和这边的连接呢 相对通畅 那么怎么才能抓住白棋的弱点呢 这是一个矫尽脑汁的问题 那么在没有明显弱点的情况下 也必须 这个 找到白棋的一块弱棋 然后呢 形成鼓棋猛攻之后 形成自己的后势 然后呢 借机对另一面方的攻击 这是缠绕攻击的特点 这个时候呢 就双方就看比平均盈利了 那么这盘棋最后呢 黑棋腾脱了半天 还是把这块棋杀掉了 怎么杀掉的呢 挺有意思的 我们看棋局的进程 白棋打入 这棋是给黑棋了一个机会 白棋不打入的话呢 可能白棋有感觉有失 这个叫失地的压力 因为如果白棋走在外面的话 可能这个白棋的失地压力 还是有点偏大的 或者说也没有太多的把握 黑棋打住 给了白给了这个黑棋 一个现在来逢的机会 结局来看呢 对黑棋来讲呢 并不理想 黑棋被打穿 时空损失巨大 好在呢 就是黑棋现在暂时没有死活之余 就是从目前来看呢 黑棋形势有点可以恶化 但是呢 白棋因为攻击点过多呢 弱点也是很明显的 那么黑棋怎么样抓住 白棋仅有的弱点进行反击呢 现在主动全力回到手里 开始黑棋走了 那么黑棋开始冲击白棋的弱点 是白棋的英手 白棋断掉 脸上 黑棋 这部棋是继续扩张自身的实力的同时 其实也是隐隐瞄着白棋两边的弱点 有了这部棋之后呢 黑棋的实力呢 又膨胀起来 继续对白棋呢 这个实力形成压力 白棋把这个棋吃住 黑棋从外面刺 断掉 这个棋 是黑棋抓住了目前的一个机会 如果说黑棋 按照黑棋的意图从这边走了之后 那么黑棋无疑是 有利的 将来对攻击整体的白棋 这是黑棋的预想度 白棋 为了寻求主动 从这边方向挡 但是因为黑棋的棋长 黑棋呢 其实是没法被吃掉的 因为这个要么跑出来 要么和这边连着 要么把这两个子吃掉 黑棋在里面还是棋还比较长的 但是黑棋想断掉白棋 也想多了 因为黑棋毕竟棋棋 白棋还是可以连着的 做完之后只能 把这两个子吃掉 白棋全局也都连上 就说这种局面呢 也没什么大的变化 但是呢 黑棋的实地是不亏的 就是继续对白棋的形成实地上的压力 白棋尽管把这个棋呢 没有什么条件的连回来了 但是由于这两个子被吃掉了 这块碰了一手之后呢 黑棋这个边控又围了一手 所以说呢 白棋的失控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要想吃棋的话呢 你必须是促成的 必须是对手促成的 因为有失控压力 所以说白棋呢很难 补棋 所以说呢 逐渐的给了你机会 那么黑棋的战略目标接近达成 我封在这边 白棋跑回来 白棋这手棋呢 只有两个打算 第一个呢是 连上这边的白棋 同时呢 白棋也隐隐进攻 这边的黑棋 这边的黑棋呢 目前还没有两只眼 可以被夹到 所以说白棋的用意呢 也很明显 现在就看这个 谁先动手了 那么黑棋呢 先对这边的白棋动手 这个棋的意思是 我可以把这个地方充断 你补补补 白棋补离手 黑棋接上 黑棋接上呢 也没有办法 因为 这个的棋还是怕被攻击 如果你要攻击这边的白棋的话 你必须自己呢 都补补好 没有弱点 否则的话呢 处处被敌人这个制约 白棋这个时候呢 走了这边走了一手 落了一个后手 那么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失控压力 白棋可能认为 我目前两边都有没有这个后果之忧 这边呢 被白被黑棋线手收到的话 白棋的这个压力更大 所以说呢 后中间把这个左上角收掉 但是黑棋是不会硬的 因为目前呢 这个棋还是有巨大诱沃的 有死活 这个可能 所以说呢 先把这边的白棋分断掉 白棋要补棋 单光连回 那么黑棋这边走后了之后呢 终于开始进攻了 这步棋的意思是什么呢 白棋这个断点 它是一直是至始至终是存在的 如果走成这样呢 白棋被吃 那么黑棋的这个时空优势就更加明显了 那这里呢 白棋走得非常好 抓住了黑棋的薄弱之处 精巧转身 黑棋 好像被压得很死 因为这里的白棋很厚 只能打完之后打 那么被白棋反打 继续打 连着在上面打 这好黑棋还要补棋 如果黑棋断这边的话呢 这个还可以吃掉了 所以说呢 黑棋就是在这个 又没有吃掉白棋 白棋在这个小的夹缝当中 轻松连回 那么走成目前这个局面呢 双方还是两分 因为黑棋这个用力 也没有斑断白棋 但是呢 把白棋的两边断开了 可以对这边发动攻击了 但是呢 这时候呢 白棋其实可能还有个盲点 因为一般来讲呢 这个棋被吃掉了 这块也可以做一个眼 那么以为这是活棋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两个是有条件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么黑棋呢 把自己的后供自由解决 就是这块 黑棋并没有全火 那么连回去 白棋受了一个关 那么冲击黑棋上面的弱点 这块呢也没有出什么棋 这个大家在这里呢 把最后的独秒时间全用掉了 白棋最终算了算到 可能实功还是不足 把这块抢掉 黑棋当然乐此不彼 把这个给送掉 然后呢走了一手 目前看 从实地上来看 从后保上来看 都是黑棋略好 如果正常收关下去的话 黑棋可能 颜面会大一些 白棋为了仅有的木树保住 这时候黑棋终于动到了 白棋一看 面把火脚 往外冲 但这里的话想做眼的机会 更不可能了 大家 其我们可以算到啊 这里实际上只有一只眼 继续破眼 把这个眼一个堵掉 这里都 黑棋太厚了 白棋没有任何机会 全部都是连接好的 白棋想做两只眼堵掉 这里怎么走都可以啊 如果这么走的话也可以 白棋这里始终就是一个眼 黑棋 如果这么走的话 也没什么大问题 黑棋这么走的话 白棋挡上 白棋这里也做不两只眼 所以这里呢 这局呢 白棋也是今日 白棋呢 在时空压力下呢 不得不抢了很多脚 抢了很多空 所以落了后手 这里呢 最终被黑棋显动手 这里呢 当然也是白棋的一个盲点 当然也可能是白棋 为了抢空不得已 总之呢 这盘棋呢 白棋撑的也很满 双方的这个 基本上势均力敌 最后关头呢 抓住了白棋的弱点 那么一局拿下 这盘棋下的其实也挺有意思 双方还是用了很多 围棋的一些我认为 一些高级的战略 构思的思路 算路上呢 也都把握的很好 是一盘 应该说是很爽的堆局 和这样的高手下棋呢 自己心里也是愉悦的 好 这番棋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点赞 再见